Focus转到欧洲 欧洲国家比利时在今年的世界无车日的时候 国王和公主 16岁的伊利欧诺公主 在艺术的大城街头 骑自行车响应 让大家看到公主骑单车的画面 其实比利时对环保着力很深 咖啡渣做二次回收 报废枪支融成了再生的钢材 而且号称生产清洁能源太阳能板 从制成到原料都含有很多有毒的废弃物 所以报道当中我们也会告诉您 回收太阳能板之后 九成的材料其实也可以拿来再利用 9月22日国际无车日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与妖女 16岁的伊利欧诺公主也响应 在历史艺术大城梅和伦街头骑自行车 国际无车日源起于1970年代 欧洲油价飙涨期间 当时为省钱省油耗 欧洲不少大城市发起周日无车计划 布鲁塞尔的空气在无车日这天特别干净 背景只通行的不是人 而是燃油汽车 布鲁塞尔今年的无车日也有配套措施 包括地铁票免费与火车票打折等 尽管各种活动与街头表演吸引人潮 布鲁塞尔侦测到的空污降低74% 当天布鲁塞尔噪音监测结果也明显降低70%以上 50多年后的今天 经历过疫情以及战争让油价再度飙升 许多欧洲民众甚至希望官方增加城市无车日 民间组织针对巴黎 伦敦 巴塞隆纳 华沙与布鲁塞尔城市居民调查 超过六成支持每周有一天无车日 若全欧城市都实行 足够每年省下超过2900万桶石油 要人类靠自己的力量移动 运动量大得多 这位布鲁塞尔市民则参加了400多人的划船活动 9月20日 全球有30多国的环保志工 响应清洁河川活动 在自己所在城市内的河上捡垃圾 问题就是并不容易 许多人抱着把问题留给下一代的心态 随手将垃圾扔进河里 这场活动两人一组划船捞垃圾 竟然有人在20分钟内捞得重达一公斤的垃圾 本可以回收的塑胶玻璃金属全都进了河里 人们能否意识到自己不再使用的旧电子设备 也助长了采矿活动 几年前欧洲环保团体发起 订定10月14日为国际电子垃圾日 希望人们意识到从手机到电脑到旧家电 其实都有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材料 陆利环保的比利时这几年做出许多新尝试 比利时扩大金属回收范围 甚至2021年融掉大批武器 全国各地民众放弃使用缴回的枪支 被融成60吨再生钢材 而现在他们更要挑战一种 温时数十年号称能产生清洁能源的产品 太阳能板 比利时已经有两家专门回收太阳能板的公司 目前技术能回收九成以上的材料 纯化后再度利用 太阳能板的制成会产生致癌废沙浆 原料中也含有隔签细身等重金属元素 随意气质对水土生态都是毒害 2022年起一年内 比利时的太阳能板安装量增加37% 两家公司共88个回收点 2022年就回收600吨太阳能板 2023年则回收1000多吨 比利时人针对各种城市垃圾发挥回收想象力 一家小公司花费十年 研究出用咖啡渣做成养菇太空包的技术 尽管喝掉一杯咖啡只要十几分钟 但咖啡渣与稻草混合 也只要15天就能养出食用绣真菇 残留物加入菌丝还能第三次利用 做成隔音绝缘的板子 是可以替代墙面与塑胶的新永续材料 一切努力都为了让人类在地球上 生存的痕迹产生的废物降到最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